- 哈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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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哈嘍大家好,歡迎回來 - 大家看到這個 - 有沒有 - 很興奮 - 因為我之前在IG story有問大家 - 對於我Costco購物分享有沒有興趣 - 我沒有想到回想這麼的熱烈 - 因為現在大家都 - 嗯,還對 - 因為對一些生活的東西上 - 還蠻好奇的 -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- 就是Costco的好物或是比雷 - 像我們一個月至少 - 會去兩次Costco - 因為現在住到山上來啊 - 我們一天三餐幾乎都是在家裡 - 就是自己做的 - 所以要囤很多貨 - 我們每次去呢 - 至少都會買個 - 五萬塊左右 - 因為這次我們從 - 就是出國很久回來 - 還有囤超多東西的 - 這次買到快一萬五 - 對不對誇張 - 你看一下 - 好長好長的 - 帳單 - 但這次其實也有 - 亂買一些的東西 - 我在想說 - 可能之後每次去 -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- 因為我每次去都會買很多東西 - 那很多東西呢 - 會一直重複購買的 - 很多東西可能是新的 - 想說買來嘗試看看 -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- 就繼續看下去囉 - 好 - 好 - 這一次呢 - 就是12月初的時候 - 我們去Cosco - 買的東西 - 所以有些東西是 - 冬天新的東西 - 那我們先一個一個買看 - 第一個就是 - 迷你可頌 - 登登 - 我們每次去都會買這個迷你可頌 - 因為就可以當早餐吃 - 回家後呢 - 大概會五六個把它包成一包 - 然後放進我的冷凍庫裡面 - 那你要吃的時候呢 - 就是拿出來這些烤箱烤一烤 - 就可以吃啦 - 就是一頓很簡單的早餐了 - 然後 - 因為它總共有28顆 - 198塊 -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- 而且烤完其實還蠻好吃的 - 好 - 然後這個呢 - 就是我老公要求要買的 - 一個24公分的不鏽鋼蒸鍋 - 它 - 就是它 - 因為我們每次煮 - 譬如煮一鍋雞湯好了 - 我們不是說在兩三天內把它吃完 - 我們會分成很多很多袋 - 就是譬如兩人份或是一人份 - 這樣子分分分分分分分很多包 - 再把它拿去冷凍起來 - 所以我們每次煮都會煮非常大鍋 - 那我老公一直嫌我們家的鍋子 -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鍋子 - 它是寫說它是食生的鍋子 - 然後這樣子 - 它是屬於比較長型的 - 口呢 - 直徑沒有到太寬 - 那它這個鍋子還有附一個 - 蒸鍋 - 這個 - 就是有一個洞一個洞有沒有 - 所以就是這樣子 - 這樣放著 - 你上面在煮東西的時候 - 你上面也可以蒸東西 - 很方便 - 而且這個才賣1259 - 我當時就是在現場有看 - 有看一下ETIA的價錢 - 它是沒有附這個蒸鍋的 - 它就是只有單純這樣一個鍋子 - 就賣得比這個還要貴了 - 所以我覺得這個 -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- 真的還蠻值得買的 - 那我老公是說OK - 煮起來就是正常的 - OK可以用 - 我覺得很便宜啦 - 再來就是雙人夾卡牆毛背 - 就是這一個 - 然後也是我們現在床上的被子 - 因為呢 - 我們去紐西蘭 - 錄完營之後 - 我們每天都睡在露營車上面 - 我們那時候在紐西蘭 - 天氣是非常非常冷的 - 晚上可能會到 - 就是10度以下 - 0度左右這樣子 - 但是我們都睡在我們的露營車上面 - 那我們的露營車上面 - 是沒有暖氣的 - 我們只要睡到棉被一面 - 就覺得超暖和 - 超暖和的 - 然後一直跟我老公說 - 很想知道 - 他這個露營車上面的被子 - 是什麼被子 - 他真的是超級無敵暖和的 - 我們在那邊沒有買 - 那我們一回來 - 馬上就在Costcom - 看到他寫 - 純天然紐西蘭陽毛東北 - 我們馬上就買了 - 超誇張的 - 因為我們的床是 - Queen size的 - 然後我們是買 - King size的尺寸 - 它那邊有兩種尺寸 - 有 Queen跟 King的 - 然後我們買 - King size - 我們覺得剛剛好 - 所以如果你的床是 - Queen size的 - 你的備單就要買到 - King size的尺寸 - 才會剛剛好 - 暖不暖 - 它是有一點點重量 - 不會太重 - 就是一點點重量而已 - 然後薄薄的 - 我第一天蓋的時候 - 我覺得超冷的 - 超級 - 超級無敌烈 - 我那天晚上都睡不好 - 就我整個身體都覺得很冷 - 不暖和 - 然後就跟我老公說 - 我覺得這個好爛 - 但是到了 - 從第二天之後呢 -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啊 - 我晚上睡覺都會流汗 - 它可能第一次蓋 - 就是還沒有活起來吧 - 然後第二天蓋 - 第三天蓋 - 就覺得很溫暖 - 但是會流汗應該是因為有點悶 - 但是後來又過了第四天第五天 - 也沒有再流汗了 - 所以應該OK啦 - 我覺得 - 它這個賣2999 - 因為我們現在在山上喔 - 其實是比山下真的還要再冷一點的 - 那我覺得蓋起來還蠻溫暖的 - 如果大家有缺冬背的話呢 -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- 接下來是地毯 - 就是它這個地毯 - 給大家看一下 - 就這樣小小的一個地毯 - 好 - 這個地毯呢 - 給大家看一下喔 - 很舒服 - 它的毛是那種長長的 - 然後很厚很厚的毛 - 然後這樣 - 很舒服很舒服 - 跟IKEA的比起來 - 我覺得它摸起來比IKEA還要舒服 - 然後就是整個質感 - 它看起來比較有那種鬼氣的感覺 - 這個呢是賣599 - 那通常我們都是把它放在椅子上面 - 因為有些椅子上面就擺了這個 - 擺這個地毯這樣子 - 那椅子就會變得很好看 - 哈哈 - 所以通常比較不是真的拿來當地毯使用 - 而是就是做裝飾使用 - 那我覺得這一塊是還蠻不錯的 - 它就這樣小小的 - 你也可以拿來拍照啊 - 或者是你可以在你的連身鏡前面 - 地上可以放這個當地毯 - 那你就可以踩在上面 - 照鏡子 - 或是坐在上面照鏡子等等 - 都可以 -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- 真的好舒服喔 - 接下來 - 日本萬能醋 - 就是這個 - 這是我幫我姐買的 - 然後他們都很推薦這個醋 - 它其實是有一點懶人用的醋 - 你想要醃小黃瓜啊 - 或是木耳啊 - 或是做任何涼拌的東西 - 你只要用這個醋就好了 - 因為一般你要做那些涼拌小黃瓜什麼的 - 步驟會有點繁瑣 - 但如果你很懶的話呢 - 你可以直接泡這個醋 - 你就是泡一碗 - 就好了 - 就可以吃了 - 我老公自己是覺得 - 這是很討厭的 - 它沒有到太喜歡 - 所以我們沒有買這一罐 - 我是幫我姐姐買的 - 然後還有有機木耳 - 因為也是幫我姐姐買的 - 他說因為Costco的木耳很多 - 然後很便宜 - 它大概一盒是75塊 - 但是我有看來 - 因為我們前陣子才剛好在全聯買木耳 - 那全聯跟Costco - 全聯只是少一點點而已 - 然後價錢再比它少一點點 - 所以其實我覺得全聯跟Costco的東西 - 就是容量跟價錢是差不多的 - 其實我們買久了 - 有發現Costco的東西並沒有比較便宜 - 就是真的 - 我記得之前有買過那個雞肉 - 雞胸肉 - 對 因為我們都會買雞胸肉給UMA吃 - 然後那個雞胸肉呢 - 全聯一塊大概是賣70幾塊吧 - 然後Costco的肉也是 - 就是其實換算下來一塊也差不多 - 就是70幾塊 - 所以我們覺得沒有特別便宜 - 大標被騙了 - 再來是 - 加拿大的帶騰番茄 - 這個 - 就是這個番茄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- 我老公一直比較不喜歡吃台灣的番茄 - 因為他覺得就是不一樣 - 然後這個我們就想說買來試試看 - 可以直接拿來當沙拉吃 - 就是你早上可以切一切 - 淋一點橄欖油啊 - 然後用一點那個鹽巴 - 就可以吃了 - 非常非常好吃 - 就是我老公還蠻推的 - 因為他對番茄還蠻要求的 - 他吃到這個他覺得 - 嗯嗯嗯嗯 - 就是國外的番茄 - 然後這個番茄 - 不便宜要220元 - 但是他是很好吃的番茄 - 嗯哼 - 好 再來就是抹布 - 登登 - 這個抹布 - 我婆婆就一直說 - 她想要買Costco的抹布 -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- 為什麼要買Costco的抹布 - 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- 那Costco就買兩種抹布 - 一種他要買很多很多很多 - 然後是白色的 -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這個 - 然後一盒 - 總共要買個十條嗎 - 還是幾條 - 八條之類的 - 要329塊 - 然後就這樣子一個小小的 - 方形的抹布毛巾 - 然後有各種各樣的顏色 - 我覺得他擦 - 就是一些 - 那個瓦斯爐台 - 就是瓦斯爐台是不鏽鋼的 - 我覺得拿來擦這種不鏽鋼的東西 - 擦起來非常的乾淨 - 然後擦不鏽鋼呢 - 就是一擦過去就沒有痕跡了 - 我覺得他蠻不錯的 - 但是如果用在一般的桌子檯面的話呢 - 還OK - 但我覺得他的吸水力就是 - 沒有到很多 - 他吸水力好 - 但是他的吸水量沒有到很多 - 所以很快呢 - 就是要趕快去清洗你的抹布 - 把它擰乾等等之類的 - 因為他其實就是薄薄的而已 - 很薄 - 然後很小喔 - 小小的 - 那我覺得值不值得買呢 - 我是覺得還好 - 沒有說一定要特別買它 - 因為抹布這種東西 - 嗯 - 它這樣子譬如十條賣三二九的話 - 三十三塊 - 是嗎 - 我覺得 - 嗯 - 嗯 - 再來是 - 喔 - 金箔吉品薄皮辣椒 - 登登 - 就是它 - 我常常說我會煮薄皮辣椒雞湯 - 然後都是買Costco他們家的薄皮辣椒 - 之前買來吃 - 然後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- 那他的一罐 - 可以煮一鍋 - 我的一鍋 - 我的一鍋就是只一隻雞 - 然後煮成一個湯 - 你可以煮一鍋 - 然後它的薄皮辣椒好好吃喔 - 我很習慣 - 所以我一直一直一直的在回購 - 我已經回購 - 應該 - 五六次以上有了吧 - 但我沒有吃過很多薄皮辣椒 - 因為有很多人跟我推薦花蓮的 - 花蓮的薄皮辣椒很有名 - 我是還沒有吃過啦 - 不過我覺得這個就可以滿足我了 - 然後再來是灰藍浴巾 - 這個 - 我想說應該買很多奇怪的東西 - 因為就是 - 就是看到 - 在大賣場都會這樣子 - 就是看到不小心 - 然後就把它放到購物車上面了 - 然後就買了 - 這是我老公想要的浴巾啦 - 然後它 - 很大條 - 這麼 - 這麼這麼這麼大條 - 就是拿來可以包身體還蠻方便的 - 但是它是有一點點重量的浴巾 - 然後就是擦的時候不會有毛屑 - 因為它的這種 - 編織的方法 - 這種編織的方法呢 - 是不會有毛屑的喔 - 然後吸水力我老公說OK - 我自己還沒有用過 - 不過 - 因為我不喜歡很重的毛巾 - 我覺得很重的毛巾就是 - 不太好擦 - 但是 - 男生的話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- 然後 - 再來就都是肉了 - 就是我們有買這個 - 去骨的雞腿肉 -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- 就是我們之前 - 在做西班牙燉雞用的肉 - 但是呢 - 它 - 適合拿來乾煎 - 或是拿去烤等等之類的 - 但不適合拿來 - 就是燉湯啊 - 或是滷東西 - 因為它會變得很小很小很小 - 它原本 - 原本是這麼大塊吧 - 然後煮完之後怎麼變這樣 - 變超小超小的 - 我覺得 - 嗯 - 不對 - 這樣不對 - 就是你要燉東西 - 或是煮湯什麼的 - 一定要有骨頭會比較好 - 要不然它會整個縮得很小 - 然後有骨頭的話呢 - 又可以把它那個骨頭裡面的精華煮出來 - 那一鍋東西就會更好吃 - 那這種去骨的呢 - 就是比較適合拿來乾煎 - 或者是拿去烤 - 或是烤肉的時候用 - 我覺得 - 然後 - 我就想要哭了 - 再來就是 - 五穀牛小排 - 喔 - 我老公竟然買了兩個五穀牛小排 - 我都不知道 - 還有小羊排 - 我老公超級超級 - 噁噁的小羊排 - 他覺得很好吃 - 我們是第一次買 - 想說買來試試看 - 因為他也是在紐西蘭 - 吃到一個很好吃的羊排 - 所以就激發了他那個烤羊排的慾望 - 所以他回來就一直說 - 他很想買烤羊排來試試看 - 然後就買了這小羊排 - 帶骨的 - 那他就是 - 肉那邊的油脂比較不多 - 所以會比較乾一點點 - 但是在骨頭這邊的部分呢 - 就是 - 啃起來非常非常的有味道 - 很好吃 - 那牛小排就是我們平常 - 基本會購買的東西 - 我們會拿來切薄片 - 做韓式燒肉 - 或者是整塊這樣子 - 下去烤 - 整塊這樣子烤 - 整塊這樣子烤 - 這樣烤出來的肉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- 我不知道男生就是很喜歡烤肉耶 - 反正 - 沒問題他喜歡烤就給他烤 - 然後我就負責吃這樣子 - 再來呢 - 是 - Mom's 義大利麵醬 - 這個 - 因為我平常在家裡會煮義大利麵 - 然後我平常買的那個牌子呢 - 最近都沒有賣不知道為什麼 - 然後我就在冰箱 - 它是在冰箱裡面的 - 看到這個 - 兩罐一起賣 - 兩罐呢是399 - 但是我覺得 - 它煮起來還好 - 它的 - 番茄醬比較稀 - 它裡面是已經 - 所有的調味都已經幫你調味好了 - 裡面有 - 有大蒜 - 橄欖油 - 蘿勒 - 海鹽 - 檸檬汁 - 跟 - 黑胡椒 - 跟番茄 - 就是 - 你甚至可以不用再自己用大蒜爆香 - 你可以直接 - 面煮一煮 - 然後把這個 - 醬汁加熱呢 - 然後兩個混在一起就可以這樣吃了 - 但是我覺得它的 - 番茄醬我比較稀 - 那一次我們就做兩人份而已喔 - 我就已經用到半罐了 - 因為它太稀了 - 所以我就一直夾一直夾一直夾 - 才夠味 - 所以這一罐我其實沒有到很推薦 - 我覺得它 - 就是 - 味道也還好 - 然後 - 還有它的 - 用量太 - 不省了 - 太不省 - 太不划算了 - 嗯 - 它 - 煮一次就用到半罐 - 所以你一罐是只能煮兩次 - 我覺得 - 嗯 - 以家庭主婦來講 - 我是不會再 - 買它的 - 那我如果之後有購買到 - 我們之前買的那個呢 - 就會再 - 跟大家分享 - 所以今天 - 今天 - 登登 - 這個 - 這個 - 帳單上面的東西 - 都跟大家分享完了 - 我們這次買的 - 吃的算是比較少耶 - 啊 - 還有一個寵物床 - 都忘記了 - 這個 - 登登 - 這一塊 - 然後是一個 - 很大喔 - 這麼大 - 這麼大 - 正方形的寵物床 - 因為我們 - 一直都是在Costco買 - 烏馬的床墊 - 那這個是 - 我們最近看到新出的 - 它是亞麻的 - 但是 - 我們買回來後呢 - 烏馬沒有很喜歡 -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- 現在是冬天 - 它覺得這個糖起來 - 就是 - 不夠溫暖 - 那之前我們都是買 - 這個 - 給大家看這個 - 很多人問我 - 這個床墊在哪裡買的 - 這是 - 這是Costco的床墊 - 他們的床墊 - 都是可以拆洗的 - 所以你可以 - 把它 - 拆掉 - 然後拿去洗衣機裡面洗 - 這個毛毛的床墊 - 烏馬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 - 超級喜歡的 - 就是那個藍色新馬 - 它就不喜歡 -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- 材質的關係 - 但我覺得 - 如果你也是養大狗狗的話 - 去Costco買 - 寵物店 - 是非常非常 - 方便的一件事情 - 因為在以前啊 - 我們去那種 - 就是一般的寵物店啊 - 想要買大狗狗的寵物店 - 選擇很少很少很少 - 或者就是 - 他們沒有戳到這麼大的墊子 - 它Costco這個真的是超大的 - 就是給大狗狗睡的墊子 - 所以 - 如果你也是養大狗狗的話呢 - 非常非常的推薦 - 那當然小狗狗也可以啊 - 他們過得太幸福了吧 - 好啦 -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子 - 我們這次比較沒有買什麼人 - 零食類的東西 - 因為就是 - 以 - 真的 - 我們平常要吃的東西為主 - 然後再加上 - 買了一些 - 零食口口的東西 - 希望大家喜歡啦 - 那之後呢 -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看IKEA - 或者是無印良品 - 或者是 - 全聯嗎 - 不知道全聯大家也會有興趣嗎 -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- 歡迎留言告訴我 - 那有什麼問題呢 - 也是可以留言告訴我 - 或者是私訊我都沒有問題 - 好 - 那產品資訊呢 - 我也都會放在資訊欄給大家看 -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- 希望大家喜歡囉 - 掰掰 - 掰掰 - 大家看看 - バイ - karı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